好的 同学们 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 《论语》第四篇的第25句和26句 为什么把这两句放一块呢 这两句都是讲怎么交朋友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25句 子曰 德不顾 必有林 有同学跟我讲 说我觉得自己没有朋友 自己很担心 自己是不是太孤僻了 而且我将来在这个社会上行走 是吧 将来要工作 或怎么样 是不是得跟人打交道啊 有的同学就会主动的去跟别人认识 甚至向别人示好 送东西 请别人吃饭等等 这都不是好办法 夫子讲了 德不顾 必有林 德呢 有德行的人 有德行的人他是不会孤单的 必然会有林 林呢 有亲 有德者呢 自然会有很多人聚拢到你的身边来 就好像你的林语一样 所以说你根本就不用担心 你只需要考虑一点 就是你究竟有没有德行 或者说你的德够不够 你要考虑一下别人为什么跟我不交往呢 为什么对我印象不好呢 我为什么就没有朋友呢 当然有一些同学啊 你可能就是性情上比较内向 但是内向的同学 或者说你不喜欢出去跟别人交往 你就是比较宅的人 比较宅 那就比较宅吧 其实也没有关系 这个总是呢 物以类聚 人与群分 总是有能理解你 适应你这种生活节奏的人 跟你来做朋友 你只需要把你自己做好就足够了 不用刻意 在《易经》的细词上啊 有一句话就叫 方以类聚 物以群分 这就是讲为什么德不孤必有林 方呢 方向的方 它就是指事情所向 就指事情 这个方跟物 这两句正好是互文 即呢 方与物以类聚 以群分 事情跟人物啊 事情跟人啊 都是类聚群分 一类一类来的 那么在钱挂的这个文言里边 也有一句话 子曰 同声相应 同气相求 最简单的 你坐在地铁里边 你突然听到你家乡的声音 对吧 你旁边坐的人他说的是乡音 你一下子觉得很亲切 其实他跟你认识吗 不认识 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没关系 对吧 仅仅说的 哎 口音是一样 然后你就会觉得亲切 再进一步讲 如果是精神上的知音呢 你当然就觉得更加亲切了 对吧 而只有知音 那么才是真正的朋友 所以同声相应 同气相求 我说个不太恰当的例子 我走在我们家小区里边 有的时候就在想 对吧 这个人领条狗 那个人领条狗 你两只狗长得太不一样了 有的领那么大个狗 有的就领那么小的 两只狗见了就能认的 对吧 就互相要不就互相咬 要不就互相的很亲切 所以说 哎呀 这个世间的万物万事啊 确实是物以类聚 人与群分 如果你身边还聚集不起朋友 或者聚集起来的人不好 那你要想想 你是一种什么样的人 这恰恰是审视自己的一个标准 有一个故事 说齐宣王 朝贤纳士 他手下的大臣淳于坤呢 有一天 一天之内给他举荐了七个贤人 七个贤能之人 这个齐宣王呢 就跟他讲 他说人才这东西是很难得的 那电影里 21世纪最贵的是什么 人才 任何世纪最贵的都是人才 不是21世纪最贵的是人才 以前也一样 你看齐宣王怎么讲 如果说 一千年之内 能够有一位贤人 一千年出一个贤人 那这个贤人 就好像肩并着肩一样的多 如果一百年出一个贤人 那这贤人多的就好像 这个脚后跟 贴着脚后跟 就这么多 就特别密 可谓 他这个比喻 大家听懂了 就是说贤人特别特别少 一千年出一个 都贤多 他说你一天之内 你给我举荐了七个贤士 这也太多了吧 淳于坤说什么 淳于坤说不能这么说 你要知道 同类的鸟 它总是飞在一块的 对吧大雁往南飞 排成人字形 或者什么形 这个兽呢 也总是在一块 狼群 对吧 人们呢 他说要找柴湖啊 橘梗啊 这些药材 你不能到水泽里面去找 你到那找 你肯定找不到啊 你得到哪找啊 你得到那个梁文山上的那个背后去找 那是一片一片的 那就是长这种药的 他说这种天下同类的事物 往往他就聚在一局 他说我淳于坤也是一个贤人吧 所以说跟我处的人 很多贤人 我们都聚一块了 所以你别看我举荐七个 这还是少的 我还准备再给您举荐呢 我举荐贤人就好像从黄河里边取水 从这个碎石里边取火一样容易 并不难 对吧 不是人才少 而是你去拿离草 所以论语里边也有一句话嘛 鲁君子者 子贱思艳取思乎 说鲁国如果没有君子 哎呀 子贱孔子弟子嘛 那么子贱 他这个君子之德是从哪来的呢 对吧 他就是在君子里边 给陶冶熏陶出来的呀 所以说德行不孤啊 必然有所感应 所以这个正好我们也可以理解 我们前面讲的那句话 叫理人为美 所以这句话 用一句话概括吧 就叫好人 有朋友